畫面中可以看到一輛黑色休旅車停在巷子內 一名男子情緒激動站在車外 對著車內的人大聲咆哮 身邊還有好幾名嫂朋友抓著他場面 十分火爆 這起家庭糾紛發生在新北市新莊區武宮三路 二十二號凌晨十二點多 妻子開車載著酒醉的丈夫 以及三名女童回家 潰堤達時男子突然對前方的計程車 感到不滿 解開安全帶準備要下車理論 妻子健壯馬上阻然丈夫 卻反而引發衝突 夫妻黨當著三個孩子面前拉扯吵架 強鬥聲響也引來鄰居圍觀 警方到場後男子依舊情緒激動 還大罵三字經 原警馬上用辣椒水將男子壓制 十二女子並未對丈夫提告 也沒有申請家暴令 警方依法通報家暴案件處理